这个还蛮特别的 这个联合国不是好几次吗 要求这个加萨停火 但这次美国竟然投下了弃权票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各报都以快讯的方式跳出来 在10月7号爆发冲突以来 美国四次行使否决权 一票否决 那这次是弃权 然后你看到 本来是要求立刻停火 它的这个文字 从而实现永久可持续停火 但是在表决前 这个美国反对永久停火 改变为持久停火 也就是说俄罗斯提出 要干脆修改为永久停火 但是美国还是反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最后还是没有这个变成永久停火 然后消息传出之后呢 纳坦雅胡一如预期 气坏了 发表了声明说什么呢 美国明显背离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贯立场 背离他自己的立场 然后鉴于美国有所变化 所以有个代表团 本来要去访美立刻取消 以色列的防长已经在华府访问了 他也讲了一些话 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之前 以色列不会结束 对哈马斯的一个战争 然后你看到那个科比 有没有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就说 我再讲一遍 我们的投票不代表 我们政策的转变 所以过去是否决权 现在是弃权 但是政策没有转变 是这样子吗 然后以色列总统 总理取消了这个代表团的访美 他说我们对此有点困惑 美国感到困惑 然后在这个弃权的同时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铿锵有力的发言 告诉大家 安理会的决议有约束力 谁说没有约束力 而且必须要采取行动 联合国秘书长也是一样 认为这项决议必须要执行 他不能只是一个决议而已 否则会是不可原谅 我要请教一下这个委员 为什么美国要投弃权 你觉得他会是一个 被执行出来的决议吗 不会被执行 不会 因为执行接下来 就要通过派出维和部队 第一个 以哈战争在第一个月 就绕绝结束了 因为现在是以色列 在镇压哈马斯 哈马斯到处躲 躲到那边来镇压 所以这基本上 已经不像战争 跟那个俄乌战争情形 已经不一样 他现在已经包围了南部的 拉法准备要攻进去 而且也是攻进一部分 那维和部队能派得出来吗 第一个问题 派出来谁要派 第二个问题 那这里面 为什么拜登转变立场 我想 不要把政治家都捧得太高 每一个政治家都做决策的时候 你要放在一个 他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来做判断 前几天 苏默为什么出来讲了 跟过去民主党的立场不一样 苏默是犹太人在民主党里面地位最高的人 是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讲的让他有不开心 理由很简单 因为现在 你光从抖音的比例 以前是支持巴勒斯坦70% 支持以色列一个% 现在1比70已经到1比90 你如果是拜登的话 你可以怎么办 你想竞选总统 对不对 你当然要放软 拉塔雅吾小弟 你稍微牺牲一下 牺牲一下 我弃权 对不对 你弃权以后 这个选票的流动会倦 你拜登没有完全跟 拉塔雅吾站在一起 这是选举是有用的 再加上募款活动也差不多了 美国总统募款活动 现在募不到钱就不用选了 现在已经三月了 大概犹太人交的钱也交的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做政策的软化 缓和国际的压力 国内的压力 这是一个政治操作 那你说 这个中国代表讲得非常好 这是有约束力的 要接下来采取行动 那接下来就要通过派维和部队 会通过吗 不会 为什么 美国再打个两下 以色列打拉法 一哥就打完了 他拖时间给以色列有空间 可是对拉塔雅吾来讲 他的国内生活会被打一个耳光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政治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科比讲得很有意思 这不代表我们立场的转变 对 倒霸 是啊 所以他就是这种政治操作的一个现象 为了巩固选票 那有时候今天牺牲一下盟友 有时候明天怎么样子 等到这个我当连任了以后 再补给你 那你说美国会不会停止给以色列军援 不会了 对不会嘛 之前联合国安理会多次的要解决 这个以沙之间的问题 应该讲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问题 但是因为美国的阻止破坏 所以都没有成功 那后来美国自己迫于国际议论的压力太大 他自己也提出一个自己的版本 也送到安理会里面来表决 结果是三票否决 一票弃权 那他拿了11张票 但是没有通过 因为三票否决里面有两票是这个常政理事官 中俄 那中俄之间 那中俄就直接拆穿美国人的阴谋 为什么直接拆穿呢 就是说你谈到停火 但是你并没有说立即无条件停火 没错 你提出来的是有条件 而且也没有停火的时间表 那这样的情形下 你等于是在忽悠国际社会 那当中国大陆把美国的这个阴谋拆穿了以后 我们看到阿尔及利亚 因为他是阿拉伯世界唯一在安理会 成为非常任理事国的代表之一 他刚加入 那他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版本 这个版本其实是在美国的基础下 但是把美国的那些忽悠的东西 把它加进去了 为什么 立即停火 立即无条件的停火 人质也是要立即无条件的释放 第三个就是人道主义的障碍 全部都要扫除 这三个条件如此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美国不敢反对了 因为这就在你美国的基础上 我们把它一些你故意弄的暧昧不明的 故意忽悠大家的 我把它全部明白化 当一旦全部明白化以后 如果美国再投否决票 你等于是打自己的脸 自打脸 你等于是伪君子到极点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民主党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伪君子的一个政党 那民主党的政客是最伪君子的 因为共和党的政客是真小人嘛 一个是真小人 一个是伪君子 那现在这个伪君子要虚伪到这个程度 我想他即使厚颜无耻 也不应该到这个地步了 因为这样的话 会让很多美国人愤怒了 也会让很多这个拜登的这个 原来的支持者里面的这些年轻人 跟这个非洲裔的阿拉伯裔的选票 会大量的流失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不敢反对 不敢反对 但是又心不甘情不愿 所以他基本上就投了弃权票 投了这个弃权票以后 我们看到全场一片欢呼声 大家都说安理会总算有作用了 好 可是问题就在于 以色列又讲话了 以色列说没有约束力 美国的国务院也说没有约束力 可是马上联合国的 副秘书长就打练了 他说这个是国际法 有约束力 联合国的秘书长更出来讲话了 必须要得到执行 如果违背的话是不可饶恕 也就是不可原谅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现在就在挑战美国 美国在挑战整个国际法 在挑战整个国际秩序 美国如果胆子真的大到这个程度的话 那我相信美国也不用玩了 这个国家也不用再玩了 为什么 因为你对朝鲜的制裁 也没有人会理会了 你对伊朗对很多国家 按理会的制裁 就没有人会理会了 在这个时候 就是实力硬碰硬的时代了 我觉得美国要玩到这么大 我相信他没有这个走 还没有人会儿 还没有人会儿 那么别人会走 那么别人会让你 咱们就越来越来 吃粗了